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大家好 元醫生 現在全球香港都進入了一個嚴冬季節的時候 很容易引起雙風感冒 例如常呼吸系統的問題 一般來說 以往的數據裡面 看到大部分 患了之後 八至九日就會康復了 但現在在數據上面 有25%的人士患病者 要長達兩個星期才康復 甚至乎有5至10%的患病者 要三個星期以上才康復 感冒菌變得越來越厲害了 成因有一些說法 我都看到 可能是因為冬天的時候 每個都怕冷 穿的衣服比較多 少接觸太陽光 而且一般冬天都是在說 日短夜長 少了的時間去接觸太陽光 而在太陽光裡面 接收身體製造的維他命D3的能力 就不足夠 這方面是否可以理解一下 多人患病的情況 除了我們在傳媒 聽到很多報道 之前我都跟提家說過 關於流感 最近有些小朋友 流感入醫院 過世 但還有一個資料 可能香港主流傳媒 不可以怎麼提 通常在外國的傳媒 尤其是在網上的媒介 看到很多關於現在地球各個地方 包括中國、美國、紐約、佛羅尼特州 拿威、芬蘭 他們突然之間 冬天的落雪差不多是接近破紀錄 其實最近幾年也有看到這個現象 冬天是冷得很厲害的 大家相信在我們主流傳媒 大部分都是談論地球暖化的問題 我們有很多高峰會議 人類燒炭的程度 是改了我們的地球 令到我們進入一個地球暖化的問題 亦都有很多預測 到什麼時候 北極的雪就會溶化 地球的海岸線就會水浸 其實過去都有這些很肯定的預測 但結果近來是全部沒有出現的 在這個主流傳媒以外 其實還有一類的科學家 是一直說地球暖化的問題 其實不是因為人類的活動 是因為我們的太陽的活動 我們叫做Sunsport 那個是影響地球的溫度 而我們看到很多的資料 經常說二氧化碳和地球的溫度 有掛鉤 原來他說你仔細分析這些資料 其實地球暖化之後 植物增長了 然後二氧化碳是跟著來的 不是因為二氧化碳多了 然後地球暖化了 其實這個數據是一種錯誤的數據 甚至有人說 推揚這些地球暖化的人 其實從中取得來的 包括邱哥 邱哥拿了和平獎 但是他跟著參與了地球暖化的活動 他有很多生意 是跟碳掛鉤的 所以很多人說 根本這是一個錯誤 不要說是一個騙局 其實是一種錯誤的 相反 我看到很多另外的資料 不是一般主流 全部都肯告訴你 很多很資深的科學家 已經出了很多資料 包括寫書 是說出地球是有周期性的 這個是冬 是一個周期性的 其實現在我們接下來 就不是會地球暖化了 其實地球就會進入冬季 而不冬的 他都預測出現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心理準備 或者沒有實質的準備 其實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是 我一向對主流傳媒所說的話 我通常都不是很信任 現在在外國已經有一個說法 就是主流傳媒叫Fake Youth 即是假新聞 很多外國的大主流傳媒 CNN、Blomberg、Washington Post 那些大傳媒 其實根本是製造假新聞 有時對於Trump的說法 其實他一面倒是攻擊他 挖苦他 但是如果我們有機會看到 另一類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真相 其實另一面所說的 也是完全不同的 好了 地球有機會是會越來越冷的 有些人就 我跟一些人聊 他說香港不是 我小時候 在學校裡面的環境都很冷的 手也有 但是這方面 香港現在整個城市化 現在住得人物很多 冷氣又多 熱熱氣又多了 所以我們可能覺得 就不是覺得很冷 在一般室內不覺得很冷 是 因為大家被迫在一起 焗在一起 但是整體的氣溫來講 現在你可以看到 北極兵是沒有融化 反而是重新增加 所以有時候 我們人類的很多資訊 其實背後有些因素 是不正確的 不要說地球整體冬天的影響 是是是 好 說回我們現在 現在很明顯 大家都有機會接觸到 我想我們的網台 可能不是唯一的網台 說的了 其實很多人都會收到一些資訊 包括我在內 有些人會發放一些 即是怎樣處理傷風感冒 有些簡單的就是用食物 大致上的疏數都是這幾樣的 大蒜 洋蔥 是的 大家都是 那個檸檬 即是鹽水朗喉 這些大家都可能有機會接收得到 當然中醫也有很多這些資料 當然中醫要辨證 即是你有沒有發燒 有燒無燒 有汗無汗 喉嚨痛或者沒有痛 咳怎樣 有沒有痰 即是它都會辨證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 我們的自然醫療 講西方自然醫療的方法 其實我們以前應該都不斷 在不同的時間都講過 但是重溫是會好 還有很多新的資料 新的角度去考慮一下 首先有些什麼症狀 雙方這樣 雙方一般來說 第一個感覺就是什麼 就是喉嚨痛 這個最容易看到的 喉嚨痛 然後就是流鼻水 鼻塞塞 這樣 加上有一點點咳 這個最簡單的 嚴重一點 就開始有些溫度 發燒 還有骨痛 肌肉痛 如果出現這個 是很大機會 是一種感冒 多些 不是單純的傷風 當然如果處理得不好 尤其是年紀大 或者很小的小朋友 如果過去有些 受呼吸系統的問題 背景 很多時候會出現嚴重 可能死亡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 現在大家都經常聽到的資料 剛剛 你和大家分享了 其實為什麼冬天就會多 對 相對比較多 很奇怪 剛才我們說 大家談談會不會人吃東西多了 冬天吃東西 只是吃補品多 很難說吃補品 人們就會多些病 打多些邊爐 未必的 但一個很明顯的 在不同的地方 冬天是為什麼冷 因為太陽是少了 太陽曬到地球 角度又斜了 所以很明顯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太陽 冬天太陽是少 而且冬天太陽的斜陽 它入到我們身體 不是很容易 令到我們的身體皮膚 製造維他命D3 這個維他命D3 其實是發生一個很大的免疫能力 現在最近這種說法 如果是癌症也是 如果你是維他命D3 足夠的人 是癌症的機會少很多 所以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原因 當然 他們經常說 有主流的說法 因為有病毒 其實這些病毒是無處不在的 很多都有的 最多菌的就是我們口 口腔最多 皮膚也很多 所以我們在治療医療 就不太放在這一套 我覺得不是因為有病毒 病毒是只不過一個寄身 還有一個機會主義者 他經常這樣變成的 其實最重要 都是我們自己的免疫能力 當然也有人的感覺上 有時候他會冬親 冬風吹寒 或者穿衣不夠 當然冬親 怎麼會導致 其實當你冬親的時候 吹寒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的免疫能力 是出現了很大的壓力 從而可以擊破了你本身的平衡度 有些人頭髮濕濕 在那裡吹風 這個也是很多人本身的真正經驗 有些人都很強 一般人都是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去看醫生 很多人都會去看醫生 雖然無數次我們都說過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傷風藥 沒有傷風藥 沒有傷風藥 就算是有感冒藥 都是說出來說出來 就是突敏覆的 突敏覆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很多年前 在那些 三四期間 我都跟大家分享過 大敏覆根本不是一個真正正實 是非常之有效 真的可以有很皮毛的感冒藥 但始終唯一就是他 所以你看到 雖然現在經常都聽到 那些人就有感冒 然後又死了 那就是大敏覆其實都不是有這麼大 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幫助 在醫學上 我們根本已經知道了 就是已經接受了 根本是沒有傷風藥的 那些人經常去看醫生 或者去做些什麼 其實大部分拿的東西 其實都是沒有什麼真正有效的 那他吃這些做什麼 通常是處理一下症狀 OK 就是讓你收光一下鼻水 就是諸如此類 讓你感覺到好一點 好一點 或者讓你放鬆一點 或者讓你睡覺一下 當然也有些人都會說 除了吃西藥 那些成藥 也有些人會叫你多喝點水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應該值得重複再提幾次 為什麼感冒發燒 會導致十文仔會死亡呢 其實這個在醫學上已經知道很多 但是香港的傳媒 就不是很強調的 是 就是十文仔有病毒性感染 發燒 很多時候家長會用什麼 用阿士伯利 其實這個阿士伯利這個藥 如果小朋友病毒性感染去用 就會出現一種叫做Rye syndrome Rye syndrome 這個症狀一半是因此而死亡 因為這個病 因為這個這樣的阿士伯利 這樣搞出來的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人死亡 十文仔死亡 就因為是不小心用了 阿士伯利這些藥 導致Rye syndrome 一半死亡 還有一半是傷残都很厲害的 所以大家記住記住 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 有些小朋友來說 年輕人都是這樣 是因此而死亡的 在我們的歷史上 記載了一個很嚴重的流感 記載有些死了二千萬人 有些死了五千萬人 總之是人死了很多 但奇怪的是 當時死的人 通常是年輕力壯那些十八歲 二十幾歲那些士兵 是第一次在世界大戰 總之的人和死的人 多數是年輕人 死得很快的 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當時為何年輕人會死得那麼多 其實是因為 他們用了阿士伯利 因為阿士伯利 阿士伯利是一種 對付所謂 已經出現了的篩藥 逢身有傷風感冒 一般人只會用阿士伯利 而這個阿士伯利 是導致當時年輕人感冒的病人死亡的 所以千萬記住 其實沒有任何的篩藥是能夠醫傷風的 也沒有任何有效的方法是醫感冒的 所以有很多人會在坊間傳到很多其他方法 有些人說有什麼雞湯 雞湯這個方法是猶太的土方 有什麼雙風 現在最近發現也有些道理 雞湯裡面有某種成分也會幫助大家 其實很簡單單單一個雙風感冒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可以很多的資料 讓我們值得去再反思一下 或者我們自己怎樣提醒一下自己怎樣預防 好這節時間差不多 待會我們回來繼續回到今天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雙風感冒的24小時快速處理法 陸廠二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廠二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今天的題目就是 雙風感冒的24小時快速處理法 現身人休息之前 你就提過 猶太人會在雙風感冒的時候 喝雞湯 可能就是說雞湯裡面 有些特別的營養成份 可以幫我們身體提升我們的免疫能力 來處理雙風感冒 其實現代人、現時人 在飲食習慣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自己破壞自己的免疫能力 例如在100年前 人類每天攝取的糖分 其實大約是15克左右 100年之後 現在其實平均我們每人 在食物裡面攝取的糖分 高達75克 足足500倍 大家都知道 有80%在免疫系統的情況下 在我們的腸胃方面發生過效用 而太多糖分 其實就會破壞了我們的好菌 身體裡面的好菌 破壞了我們的免疫系統 各方面 很明顯 關鍵就是要加強免疫系統 因為太陽少了 維他命D3的產量少了 我們的免疫系統是弱的 所以其實整個關鍵是怎樣提升我們的免疫系統 第一 我們的免疫系統是跟我們飲食習慣很大關係 所以在第一線我先做到要戒口 有什麼食物會破壞我們的免疫系統呢? 很明顯就是白糖、白鹽 很多所謂的那些垃圾食物 精煉的食物 所以第一件事 記住在這個季節盡量不要吃那些糖果 那些糖就盡量割掉 不要用太多 如果說口粗需要甜的食物 我們經常跟大家介紹過 有甜菊精、Stevia 有木醇糖、沙律糖 這些都是一種甜的 有羅漢廣糖也是甜的 但不會有這些一般單醇糖的免疫 破壞免疫的問題 同時知道糖分會怎樣? 糖分是養菌和養癌細胞 所以在飲食方面 其實都是記住在這個階段 不要吃那麼多甜的食物 幸好冬天人們吃雪糕都少一些 我們街上有個雪糕檔 我看到又撿走了 撿走了 我都知道 就這樣吃單純買雪糕都不是那麼容易 他們是買乳酪的 乳酪的雪糕 但始終香港的租店實在太貴了 即是冬天我們都是吃多些新鮮的生果 蔬菜那些 沒錯 第一就是戒糖、戒junk food、戒鹽 還有牛乳類的食物 很多人都敏感 亦都屬於野痰 還有就是小麥 麵包、麵食 這個是Glutin的問題 物配的問題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製造痰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樣 就要減低壓力 多些睡覺 起碼睡足八、九個小時 或者七、八個小時 起碼因為睡眠不足的壓力 會直接破壞 當然喝多些水 喝多些核心茶 亦都幫助我們身體 其實在我們網台以前都說 Dr.Bakmangeli提倡喝水醫白病的人 其實水是可以增添加強我們免疫方面 首先講一下食物 第一線 就不要說未必找到一些基本的草藥 食物方面 大家都看到洋蔥和蒜頭 蒜頭怎樣吃最好呢 其實蒜在香港也買得到 通常你買了蒜之後 可以簡單來說 就切碎它 拿把小刀切碎 這樣就吃一匙 一碗茶匙 然後拿水沖進去 當然了 吃空肚吃也有少許膩 最好就是吃蒜 吃了些東西 然後就吃蒜頭 當然了 有時候市面上都買到的 有些蒜 蒜 或者是沒有了味道去味道 其實都可以的 蒜就是一個生吃 或者切碎它 就這樣吃 還有洋蔥 煲洋蔥 就是洋蔥 最簡單的 用水灑一灑它 也有些人用蘋果醋酸 來當作一種飲品 除了這個之外 食物方面 我們知道是菇 例如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是一個長壽村的食物 巴西蘑菇和其他醫療上有效果的菇 有些不同的地方 巴西蘑菇本身是一種食物 是營養很豐富 它是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 是平均一樣的 一般來說 蛋白質是不會那麼高的 碳水化合物比較多 但巴西蘑菇是一個食物 和味道幾毫 當然我們都沒什麼機會吃到新鮮的 因為它是儲藏不到的 我自己在韓國的時候 去過農場那裡 真的吃到是很肥的 很有趣的 隨便便的 但是通常你買得到 曾幾何時 中國大陸都製造很多些 製造很多巴西蘑菇 用一種肝做的 用肝的方法 但是發現一個治療效果 普通的曬肝或者控肝 治療效果和營養素 會破壞 總的治療效果會破壞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一些特別製造的 比如說有些肝的巴西蘑菇 那些是低溫 低溫 低溫 低 半身空狀態下 抽取的 可以保持它本身的營養 這是一種食療的工具 草藥方面 在西方自然醫療路 經常說的是 紫草花 紫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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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綠花和紫綠花 有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 是一起用的 有些成分 紫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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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在自然醫療路 是一種天然的抗生土 很多人都懂得用的 金印草通常 當你的雙風變了 後期一些 開始有黃痰 黃鼻太多 會加上金印草 除了之外 就有elderberry 這類的食物 那個lickridge 金草 這都是幫助我們 加強免疫能力 那份量 是視乎你當時的情況 可以加強一些 袁先生 你也說了幾種食療 草藥 那些時候 但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要快速 24小時就可以見到功效 那有沒有方法提供呢? 那你曾經也說了 一般的情況 就是七日八日 那如果有些人 體質差一點 可能兩個星期 甚至乎 拖延很久都有 但我們說 其實我們如果是 及時處理 是可以很快的 是 譬如有時候 你感覺上 感覺上有一點點 好像累了一點 鼻子有一點 濕濕的 你感覺好像真的要做雙風 第一時間可以做什麼呢? 簡單一點 雙氧水 大家都聽過了 香港沒有什麼人聽過 不過通常是聽錯誤的負面治療 好東西就進不了腦 主流傳媒一尾在踏 隱瞞真相 這個雙氧水 那個處理雙風 我在節目很多年前都說過 這個資料聽聞 好像有一個德國的醫生 他很多年前 就是用這個方法 提倡這個方法 那怎樣用呢? 當你感覺到有 作雙風 你第一時間 就用雙氧水滴 這個大家都 使命上可能還買得到的 否則我們健康店也有 只有3% 3%通常是外用 但是呢 你用3%的滴在耳朵 在一邊耳朵 滴它幾滴 滴滿它 你會聽到一些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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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氣泡聲 就是對了 這個雙氧水是有效 發揮功效 不是說沒有了 你做了一邊 再做另一邊 那原來這個方法 根據德國劑很多年前 他說 是即時令到你的雙氧風 立即滴走 我們經常說 為什麼雙氧水是這麼好呢? 不只是外用 舒服 當然呢 在飲食界 白雲豬手 那些白雲豬那些 白色那些 那些鳳爪 全部是雙氧水制 還有很多的器皿 要處理飲品之前 那最後那一輪 除了拿水乾做之後 它就用雙氧水 它不會用酒精去洗 一方便貴很多 其實雙氧水是絕對入口的 甚至乎嚴重 譬如癌症、外滋病 有些是用静脈滴注 當然那個濃度當然很低 0.3% 我現在說 即是獨特定案衣製是3% 一般外面買得到的 即是外用的三雙碎 當然我們也盡量 建議用一些食用的 即是食物製造商裡面用的 那些肯定是不會加些其他東西 令到它不適合口服 所以要知道是有不同的 能夠買到一些在內用的方法 那就可以直接滴幾滴落口 原因就是 我知道白血球 我知道白血球殺菌 白血球有些是直接吞了菌 吞了菌之後殺菌 其實它用什麼方法 其實是用雙氧水殺的 白血球自己可以製造雙氧水 即是我們身體自己製造的雙氧水 其實白血球可以用雙氧水殺菌 殺菌 所以在我們耳朵那裡 耳朵的皮膚是很薄的 所以很多時候腰耳朵就不好 因為撩傷遲早就出現了 遲早就按耳炎出現了 因為這麼薄的黏膜 你就可以由那裡滲透進去 切中我們的微酥液 氣管那裡的微酥液 帶進身體其他地方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呢 這個商量上是這麼有效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方便的方法 如果效用又可以即時見到一個功效 遠比你有任何所謂的特效藥 就更加安全更加有效 第一記住再提一提 沒有特效藥 沒有特效藥 沒有特效藥這回事 全都是幫你生下鼻水 令到你溫溫燉燉燉 睡覺多一點 其實都OK的 令到你睡覺 睡得溫燉燉燉燉燉多一點 自己喝醉多一點 這是一種方法 有研究過 如果每一天睡覺 尤其是現在的冬天時間 睡得少於六個小時 其實就很容易受到 雙風感冒的病菌侵襲 所以都要有足夠的睡眠才可以抵禦到 是的 好了 還有什麼快方法 還有其他什麼 當然是及時用同學療法 很有趣 昨晚同學療法課程又開始了 這次是教我們怎樣去檢查字典 這班十個星期 從昨天開始第一班 昨晚有個學生發了一份資料 她說原來在Facebook最近有提起關於你 那我是什麼 她就傳到Facebook資料給我的 我自己就不用Facebook 又不是很適用 又沒有那麼時間用 因為知道這些社交網 那些資料 用了就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用 也都不適用 從來都沒有用 但她有篇這樣的文章 當然是那些人自己放上去 有個媽媽是講她的經驗 因為最近也是始終有這麼多的東西 又發燒等等 她說很多年前 當她小朋友還小 我想是十多年前 十年前、八年前 她兒子現在都是八歲、十歲 她說她的小朋友 那個女兒就是高燒 當時一般人就提提西醫 提提退燒藥 當然退燒藥 食光時就好像表面好一點 然後又回頭 又出現 她就剛剛聽到我們了 聽到我的資料 我的節目 有人介紹她 綠色的醫療 她就來我的診所 我就開了一個和她療法的療劑給她 也同時就叫她買個實際本書仔 那個自然療法資多些 因為這本書是荷花雜誌裡面 是這麼多年的很多個月裡面的文章 是收集起來的 是很實用的 裡面我教了很多 如何處理一般性的小朋友的毛病 我就介紹她看多了這本書 還有叫她買了那個餅 那個CD 說發燒是有是地 她聽了之後 她本書裡面也介紹了一些工具 她說她辭職之後 兩個小朋友長大過程裡面 從來沒有用過西藥 那有什麼事呢 她自己常發處理 她就很有趣 她說我女兒兩歲之前 就總共燒過八次 我兒子兩歲之前 就總共燒過三次 她都很清晰 她都記得了 有些數字我可能不太準確 但是她說 有一次我兒子就發燒 發燒到一天 兩天三天 到第三天 第四天 她就動手了 第一我說 發燒不用緊張 所以沒有她身體 自己去做 要應該做的事 但是到了這樣 第四天 她忍不住手 她就開一個 同學療法的療劑 她一開就馬上中了 馬上就好了 她的工人姐 就說 媽媽很厲害 很準確 是 是 是 解釋給你聽 如果我們在一個 在一個 早期適當的時間 在一個症狀 未完全變得很差 那時候用 其實一同療法 是很快的 其實二十四小時 其實不僅二十四小時 幾個小時都好玩了 是 所以我們都有很多療劑 視乎症狀 譬如烏頭 烏頭是最常見的 尤其是這樣的天氣 如果突然凍傷 突然凍傷 然後喉嚨痛得很厲害 人就很焦慮 那種感覺 烏頭是一個可用的 或者突然燒得很厲害 這個烏頭 眼睛又流眼水 又流鼻水 又流鼻水 如果一個人平時喜歡吃一些咸的 那就炎 炎 炎 也有時候 你說發現 又流鼻水 又流眼水 但鼻水是流的 你看到鼻孔 就紅了 上唇就紅了 那種情況之下 就用洋蔥 所以為什麼洋蔥在植物上也有效呢 其實在同外療法 都是可以用洋蔥 當然 同外療法的洋蔥 是一個稀釋了 經過沖冷稀釋 但洋蔥本身又不用怕 又沒有什麼副作用 就這樣吃洋蔥也可以 煲洋蔥湯最簡單 如果是發現 它又流眼水又流鼻水 鼻水就不是很辣 但眼水就很辣 那這個療劑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euphrasia 好像小米草 中米小米草 那euphrasia這個 如果有腸胃不息 肚膠痛 那樣 就是那個馬前子 Nuxvomica 如果周身骨痛 痛得很嚴重的那些 痛得不想動 Bironia 或者Eupertoria Eupertoria 就簡直是 骨頭好像碎那種痛 在同外療法的經驗裡面 其實真的可以很快 我自己的經驗 我試過有時候 在上課裡面 有些學生 有些感冒了 那他就附在這裡 聽書 那我們就 就給他一個療劑 給他 那就很快 他就馬上站起來 聽書 在講一兩個小時 就可以很快 但這個就要很針對症狀 還有要很有經驗 最好呢 這些情況 通常這個病人本身的體質 不會太差 又不是在吃西藥 最頭痛就是一邊吃西藥 身體被西藥破壞了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其他方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什麼其他工具 如果在營養補充劑方面 最簡單 維他命C 大家都知道 這個維他命C 其實如果真的說 在初起的時候 那些傷風感冒 其實我們可以 是吃得比較大量些 甚至乎吃到可以 是有少許輕射的作用 都可以的 當然輕射的時候 亦都傷害身體的排毒 就是多餘了的肺物 一些東西 就排出來 這樣 那份量方面 一般人就試味買到 有300個mg 500mg 1000mg 有些人就吃1000mg 一天吃五粒 總之如果你吃得多了 而那些輕射 就停了 就停了 在這個份量 就是不要再加進去 不要再吃下去 那當然很快 其實會適應的 就是在維他命C 醫病 有時候用得了 一個萬幾萬 當然這個時候 就不是吃 就用那個定脈 滴著 你醫的比較嚴重些 包括癌症 在外國就會有 那香港呢 我覺得也有些西醫在做的 不過他就不是很張揚的 沒有什麼人知道的 他暗中在做這件事 是的 還有呢 那或者就是那個 Oregano的油 那個牛脂油 或者是一些 Popolis 風膠的產品 牛脂油呢 怎樣用呢 一般來說就是 滴在水裡 四滴五滴 拿開水 拿暖暖的水 就這樣喝 是很好用的工具 亦都很容易買得到 我們健康店也有這個 有機的 很高的產品 是的 或者那個風膠 我們公司 就是綠健康店 有巴西來的綠風膠 對於那個抗 或者處理這個 雙風感冒的成效 比起一般的風膠 那個療效更加高的 另外就還有的 就是那個 橄欖葉精華 Olive extract 這個就是一般市面上 坊間也都很多人認識到的 這個橄欖葉精華 對於抗那個病毒 那方面的療效是很高的 也可以當一個營養補充劑 所以每天去服用 是增強那個免疫能力的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那個 升 這個也是 在處理那個雙風感冒裡面 是很常用的 最重要是加強那個免疫能力 升是我們的 是的 這個也是 升、篩等這些 全部都加強我們的免疫能力 好了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 要做exercise 就是做運動 做運動 最重要做運動 都是保持一個持久性的 一個行常性的 當然如果你的人 顧顧賴賴 肯定不是那時候去做運動 是的 當然不是那時候 你最多去逛逛 比如太陽出了 你去外面 就慢慢慢慢逛逛逛 就是不要 因為運動都是壓力來的 所以不是一個人病緊的時候 就要去做 病緊的時候當然不是 對 就是新鮮空氣 讓人曬一下 這種方法 當然很多其他 比如蘋果醋酸 這個都很明顯買到的 還有是交性銀 很多人都知道 交性銀是很多人都認識的 交性銀是有一個八型歷史的 在早期沒有抗生素之前 人們用消毒 是用什麼用交性銀 但是現在很多 就是很幸運 在坊間 在民間醫療 很多人都經常講及的 這個也很簡單 有些人就會喝喝喝喝喝喝很多 喝個交性銀 我認識一個朋友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有聽到 那個Dr. Wu Dr. Wu 就寫了一系列的書 是很出名的 他自己是關於用生機飲食 醫癌症 他自己三十歲 就有一塊肺癌 開刀開之後 開不了 不能夠救了 要他等死 當然不想死 就自己爽百發 他有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他夢中 上帝教他的方法 他自己很多的資料 都在夢中上帝指引他的 他吃了一些白蘿蔔汁 中醫都說白色歸根肺 所以都有醫療上的道理 結果他慢慢康復了 最後他就學了 用生機飲食和治療的方法 來治療 最重要的是 他出了幾本書 寫得很好的 寫得很簡單 有很多圖畫 很暢銷 他也是靠那裡賺很多錢 有一次我都遇過他幾次 大家聊起來 原來他說他曾經有一次 一種急病是七孔流血 他吐到天花瓣都是血 我聽我說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這應該是伊伯拉來的 不知道 這是他全世界飛的 他說他當時應該患了伊伯拉的病 大伊伯拉的病 你知道你是死定了 沒有死定了 他覺得他怎樣治好自己呢 大量喝膠性銀 就是他整杯整杯喝 你想想 在這個階段 吐血吐到天花瓣都是血 你有什麼辦法 他就用膠性銀 當然這個我是第一次聽到 也是唯一一個例子 他所說的事情應該都是準確的 他不是亂說的 所以有時候膠性銀 雖然一般的用法很少 一湯匙 每個小時吃一下 就是在這個環境 有時候喉嚨痛 喉嚨發炎 感染 也有些人用噴霧劑 用5CC噴霧劑噴下去 就自己聞下去 當然就入鼻孔 當然也可以用噴鼻的器皿 將膠性銀噴下去 當然也可以直接入喉嚨 還有一個很好的用法 就好像食物 就是橄欖葉 因為橄欖葉 可以說是一種食物 比較多 因為橄欖是我們當作一種食物 不是當作藥物 當然是橄欖樹裡面的葉 來做 教你一個很好的 很有效的方法 橄欖葉的食法 也可以一湯匙一湯匙 通常都沒有所謂 倒幾湯匙一杯水 當水喝一下 還有一個 如果糖多了 就用化痰素 NAC 化痰素 其實西方醫療也經常都要用 做一些接近食物的方法 就是用那個什麼呢 用那個梳打粉 搬一茶匙梳打粉 混合在水裡 一天就來搭一下 如果加梳打粉之後 有些人會加少許蘋果醋 也可以浸肉 浸水 浸腳 如果沒有浴缸 浸腳 也有些人會用梳打粉浸肉 如果沒有 浸腳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其實方法很多 在我們的病人裡面 我們經常都叫做雙方感和媽寶 一個在美國 可以說是第一間製造營養產品的公司 叫Standard Process 它有些產品 我們叫做ACP FIMAC 通常這些病人都認識的 自己家裡有時候 就四顆四顆 一或三次 或者兩顆兩顆 五個小時吃 有些病人說 你吃多一點就快一點 通常在真的二十四小時 就搞定了 因為這都是純食物的提煉出來 沒錯 這是非常安全的工具 就算是維他命也好 其實也不用擔心 所以你說二十四小時搞定 我們有很多這些真實的個案 不是這樣推測 真真正正的 很多這些個案 大家在這方面 如果充分認識 這方面的治療醫療工具的資料 其實是對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處理 當然最好也是預防 不要讓身體有病才可以跟進 好 這樣 其實說真的 雙方感冒 經常都會遇到的 我們除了要自己經常保持 一個良好的免疫系統的狀態之下 如果真的不幸感染到 遇到的時候 剛才袁醫生也介紹了很多很多天然的方法 天然的方法 亦都很快速可以得到那個成效 不用再拖這麼多天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康復回了 繼續回到我們美恐健康快樂的人生了 今天多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